三种变异的大夫 这是被僵尸传染后 第一种变异的大夫 会帮助僵尸一起对付植物 难受的是植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所有的植物都是大夫研发出来的 第二种变异的大夫 就是刚才变异大夫恢复理智后的他 虽然没有全部恢复 但是已经可以帮助植物一起对付僵尸了 这个时候的植物终于从噩梦中解脱了 第三种变异的大夫 这 这又是怎么了 这大夫怎么变成大虫子了 吃了什么 哈哈哈